对了 刚才还有一点没讲的就是 这里面要放的油是甲鸡硅油或者是变压气油 粘度大概是100到200厘米之间都可以 然后装油的时候用漏斗从这个孔这里装进去 装到哪个位置呢 当我们可以用个灯 探照灯看里面 装到油一定要腌 第一个装油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一定要盖住 掩盖住这个样条 一定要再轻住样条 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温度传感器 你必须要加到温度传感器上面1到2公分即可 不用加太多 但是也不能太少 因为传感器是感应油温度的 所以你必须要用传感器 盖住传感器上面1到2公分 OK 它下到位它自己有一个线位开关会停掉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镜头移动到这个软件操作 首先我们擀一下长温 它连接之后它会显示窗口连接OK 长温就26度 那我们现在要做实验 就在看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文件 打开有一个新视野 然后我们现在价位我们现在用的第一价 那我们把后面的23都取掉 那就第一价 如果你要做三组的话就把三组全打勾 如果说做一组的话 就第一价 然后看到这里一个升温速度 一个是50一个是120 我们常用的是120 当然也有标准用50 这个看你们自身的标准 上线温度一般都剩230 目前的话除了一些加钱的量 很少用到230度 然后这个戒指就是硅油 假机硅油 当然如果说你要用变氨气油 或者液体石了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然后这里方号查询的话 就是他参考的是哪个标准 比如说他要做美标 那就ASTM 如果是国标的话 做维卡就是选择维卡 可以了 然后这个样条尺寸这里 我们按实际的输入 比如说我刚才样条是80乘10乘4 这是一个标准样条 然后放的方式是平放 测放就是把它竖起来放 但我们一般是平放 然后这个跨点支度 支点跨度跨距是64 它还有一个标准是100 我们国标常用64 因为你样条整长只有80 所以说你只能做64 然后这个弯曲音力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它就是一个测试条件 这个一般情况下 客户也会给你提供 他说比如说我用0.455兆帕来给我测 或者0.45兆帕 1.8兆帕都有可能 比如我们选用0.45兆帕 然后这里的附加重量是改不了的 修改不了的 然后我们计算一下 它这里会计算8克的砝码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压杆压头压针 的重量之外 另外的话上面要附加8克的砝码 然后这个变形的脑度是0.34的 这是变不了的 下一步 然后 这个当前温度显示有错了 然后试验前预处理 这个是不用点的 不用管它 按确认 然后 我们看到右下角就会出现了一个启动 启动按键 然后我们点一下 它会提示你请将各价位千分秒 预压3到5个毫米 然后点击开始试验 然后这个时候来我们移动到这个 它说的意思就是 将这个往下压3到5毫米 我们现在压的是看到上面显示的是4.2 就在3到5毫米这个范围内 那我们就开始试验 它现在就可以了 现在就开始在升温 当它这个做热变形的 它的作用 它的目的就是说 当这个标准的脑度在0.34个毫米的时候 它的一个温度点是多少 这叫热变形温度 它这个软件的功能 就是当你这一组变形量达到0.34个毫米的时候 它会自己保存 我们当然我们现在